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细说想象 首先我要说这是新庄想想的抱怨影片 这不是称赞影片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拍的美美的餐点 然后非常的仔细的介绍每一道的菜名 那就走错棚咯 这一次在新庄想想的采雷记其实也要怪我自己 因为刚开始我是不太愿意那么早到新庄想想去用餐 首先新庄想想离我家真的比较远 大概需要车程50分钟到一个小时 第二个就是在新庄想想才刚开幕嘛 一定还会有一些流程的问题 我是这么想啦 可是加上大家就是一直疯狂的po影片啊 订不到啦,很难订啊 打了好几百通电话啦 所以呢,那一天我就想说 那我来订订看好了 结果我就是在官网的早上九点的时候 我打开了官网定位 居然发现呢 有一个晚上平日晚餐的位置 而且是,比如说我是今天看到明天晚上的位置 所以就脑波很弱的把它给定了下来 想不到就开启了这一趟采雷之旅 所以人不要太铁齿 真的有时候第六感是很准的 就是你心里越觉得 不会希望它不要发生,它就越会发生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注意看这个女人太衰了 跟人家抢听新装想想 结果却才爆雷 她天真以为的美好晚餐 却变成了谢谢在里面 我就问新装想想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现在影片看到的这一片墙 是新装想想给人的第一印象 梦幻 我们在五点半之前 就抵达了新装想想 待会的服务生带我们走的一大圈 之后没多久 我们就被告知 带出位置了 所以呢就只好拿着我们的盘子 再换到另外一区 那天晚上在新装想想的所有的服务人员 包含师傅的态度都是非常好 也很有礼貌 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并没有抱怨 但是已经就定位了 也拿了菜 然后被迫要换到其他的座位 的确是有影响到当时的心情 现在大家在影片上呢 看到的龟软手卷是我非常推荐的 而且新装想想店 他这个生菜 我之前在微风想想 好像没有吃过 他是包这种生菜的 我很推荐这一个手卷 直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也都非常的开心在用餐 那刚好在来新装想想之前 也有网友有分享 平日晚餐会出现的生影片 那我还要特别去拿 一切看似正常 直到我们对这个鲑鱼生鱼片 有点疑虑 刚开始我们以为是发霉 那后来有跟服务生反应 那服务人员也有请主管来 那有生鱼片师傅是解释是 淤血就是鲑鱼撞到 那这个部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疑虑了 可是当时的话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再来的部分你会发现他的猪肋排 烤的颜色比较淡一点 不像蓄姬啦 还有这个鲑鱼软 蒸淡的鲑鱼软 它是上面好像是硬掉的就是 这是在微风想想你不会 被遇到的问题不会去吃到 有鲑鱼软是干掉的那种感觉 然后拿到的松露泡芙 泡芙皮是软的 还有一入场拿的干贝 干贝是冷的 后来也有遇到就是有客人抱怨 羊排也是冷的 这个我们都有反应给桌边结栈的先生 那我们也有再拿到新的干贝 现在大家看到的影片是热菜区 其实刚刚的那个热的螃蟹 我非常的推荐 还有糖醋排骨做的非常的好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 令我没办法接受的状况 就是鹅肉 当时我曾在热菜区 然后就看到我的家人前来拿鹅肉 所以我就顺手把手机对准的那块鹅肉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鹅肉是带血的 靠近骨头的地方 然后师傅他切不下来 所以他后来呢又换了这个鹅腿的部分 现在看到影片这个鹅肉也是血还是粉红色的 所以我就有一律我就问了师傅说 这块鹅肉有熟吗 那师傅转问了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师傅说 这鹅肉有熟吗 后来呢这两块优点带血粉红的这个鹅肉就是默默的收到 收到后面那换了这种包成鹅肉卷的那种片鹅肉给我们 所以我们也没有吃到这个带血的鹅肉 那关于这个鹅肉他带血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 所以在网路上有一番的讨论 那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是带血的鹅肉 所以当场对于这个鹅肉那么深而且带血 是觉得非常有疑虑 也觉得说新装想想的餐点的品质怎么跟微风想想差那么多 我们付了一样的价位一样的钱三个人花了5577块 在新装想想的环境用餐环境上是没有问题的 服务人员也没有问题 可是他的整个流程还有餐点 还有人员补足的这个部分出现了很大的状况 总之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在新装想想的用餐体验是不好的 那也觉得跟微风想想比 付一样的价钱得到这样的品质 是觉得非常不OK的 那我自己是希望想宾集团可以更好 那我也希望说想宾集团可以注重重视这个问题 尽快让新装想想步入轨道 让大家都能够吃得非常的愉快 谢谢大家在一片赞美新装想想的影片当中呢 看到的这一部抱怨的影片 那我知道大家都多数都会是希望以赞美鼓励来代替一些责备 但是我觉得如果台湾的餐饮集团要进步 这些是必须的 你不能够没有准备好 你就开始营业 这是对客人的不尊重 我还是会去微风想想用餐 那希望新装想想可以变得更好 跟微风看齐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